大家好,我是蔡志賢 志賢兄,你看這是今天最後一場比賽了 這是一場無差,不限體重的比賽 在幾年前,伊隆跟波球的一番戰也是我解說的 那時候台上的裁判也是Tony Brace 轉了一個圈,又回來了 然後今天面對著更大的挑戰,是最後換了 是的,兩位從右眼上看,視覺上小差很大 整個體型完全不一樣 小心 希望把這個黃褲穿回去的伊隆能夠找回他自己的狀態 包括我們的前領導這個吳立新也來幫他加油 大家好,老師從業中醫難科三十餘年 幫助了數千名海內外華人朋友通過中藥條理 重回男性雄風 如果你也存在房市時間短,勃起無力,硬度差,中途皮軟, 市區,前列腺炎等問題 現在就家中醫老師微信 574-993-200 純中藥,一人一方,至根至本 幫助你持續堅挺二十至四十分鐘 俯身撞陽,嚴實祝國 徹底告別,快男軟男 記住微信 574-993-200 最強的人都跟翠鴻萬打過啊 是,包括班拉哈里都是跑啊 所以一龍跑是不會太難看的 因為大家見到翠鴻萬都是要跑 對,兩人四十多公分的一個身高差距啊 但是剛剛一龍有一個踢對方前腿內側的技術 還是OK啊,得手了啊 還不錯 又是一個,沒打著 小心對方一個吸上頭,對方是太高了 對,我們對方一提些就有可能打中一龍的面門和下吧 是的,可以啊 而且我採訪翠鴻萬了 翠鴻萬說一龍雖然可能扛 但是一龍的防守太差了 所以他要KO一龍 所以一龍今天要小心一點 翠鴻萬除了開局的時候 有幾個輕輕的拳發力之後 還沒有怎麼做太多的進攻動作 不過你認為是輕輕的被打到可能會飛出去的 是的 只能說是相對於翠鴻萬來說 那算是輕輕 跟我們當初那個泰山董堅君一樣 他輕的一拳對手都倒了,爬不起來 對 這就叫所謂身大力不虧 小心點,翠鴻累了,翠鴻有點累了 小心 一開局不到三分鐘,翠鴻體力就下滑了 那翠鴻這一次呢,特別到了珠海的Massify的訓練基地去訓練 翠鴻還是這個戰術啊,持續對對方的前腿的膝蓋啊 對 好,往上一打 又是 翠鴻今天就拼了 翠鴻自己也表示他這場比賽對他來說是一場恢復性的訓練 對,這個翠鴻萬說了,只要翠鴻你不躲,那我今天一定KO你 對 哇,兩拳 有點拼了 翠鴻萬沒打中了 沒想到翠鴻萬有點害怕的表情,而且已經紅腫了 低掃之後接前手的擺拳,有一定效果 目前翠鴻萬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日本 那這一次由一位K1的韓國運動員來幫他當教練 好,翠鴻剛剛幾個擺拳做得不錯 這是翠鴻優勢以來打得最高的運動員 又是一個低掃 翠鴻優勢 翠鴻今天打得很聰明啊 驚嚇取上 而且很勇敢 直接往對方內圍擠 好,你看這個翠鴻整個他的體力下滑非常快 因為他要用非常大的力氣去打翠鴻萬 翠鴻萬 翠鴻萬往下打巨人之拳 翠鴻萬這個前腿挨到低掃之後應該是有一定的疼痛感啊 但是翠鴻萬的巨人之拳由上往下在由下往上對翠鴻也是造成非常大的一個威脅 翠鴻三接 翠鴻萬的貝賓 陳真歐登上了 有點登上了 因為對手太高了 齁 開始 後進 轉成後登 後進大概是過了五秒 好 所以希望這場比賽 對著 現在我們的TEN1能不能及時調整他自己的狀態呢 我们Tony Wiss要再给他一点休息时间 同时在征询台下的意见 我们当然不希望这场比赛 因为这样子就结束了 我们看这个慢镜的回放 转向后登 其实是有一点 没有中当是丹田的部位 对对 当然因为这个护当的形状是硬的嘛 是 可能踢到护当的上缘之后 整体上往前压 好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计时器给暂停一下 像刚我们的这个创办人的Tony说的 如果是打平的话奖金都没了 现在就是Tony 这个身高差距确实容易出现这种状况 一个转身后登 对 在别人正好是踹胸口的 结果在他这 正好是两腿之间偏偏往上的 去这位巨人崔恩万了 他生活上也是有非常不方便的地方 这么高走路他自己都很累 完全都是私人定制 无论是鞋啊 衣服啊 很多的都需要私人定制了 而且都是身居减出的 他都是不喜欢在公共场所 因为大家都会拍他 他想放弃比赛了 不会吧 放弃比赛这是TKO吗 这要看大会怎么盼这场比赛了 怎么处理这个状况 加油 因为这个 这个情况比较 比较接近崔永万要放弃比赛 而且他的韩国的教练 有把白毛巾给拿出来了 这个非常诡异的一个状况 最重要的比赛时刻 千万不要出现这种意外 千万不要掉链子 我希望崔永万能够调整自己状态 给一龙更好的机会来解决他 对 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逃避比赛 其实在今天确实是挨到了一龙的几个 重拳 对 重拳 还有膝盖的低扫 是 他这个体重给到膝盖的压力 然后挨到矮个选手 其实对膝盖的伤害是更大 你看这个台下 我连吴立新我从来没看过吴立新那么激动的 都一直在帮这个我们的一龙来支招 打起来 哇 相信现在所有的全球的观众朋友们也心里非常焦急 很想猜到底这场比赛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好 透过这个律动之后呢 好像有机会恢复一下这个状况 那我们主办方可能特别在给蔡永万这个恢复状况的时间 噢 这个转身后灯 是 原来感觉还好 后来 好像越来越痛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位置 转身后灯腿 漂亮 利用这个屁股力量往后踹 其实是丹田的位置 这一龙的转身后踹真的是太漂亮了 而且故意我们再把慢放放出来就是要让崔永万知道 这个不是所谓的提挡 他应该努力的来把自己的状况打起来 拿出状况来完成这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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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再看一下慢放 好 这个其实是丹田的位置 噢 对啊 这个有可能他的护当是特殊型号 震动到了护当 对 然后因为护当的边角会硌到自己的身体 对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重力还是在 一龙 这个确实是实实在在的 一龙 呃 不完全是提挡啊 是 在台下那个是老外是阿弥陀 阿弥陀一直在叫崔永万 你一定要打 你要完成这场比赛 不然这样就没意义的 但是崔永万好像站不起来了 不要 好 糟糕 好 好 阿弥陀佩斯也 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 看他怎么去处理 水豪万这个表情 他非常痛苦 他不想打 哦 感觉是不想打了 那托英伟说 你一定要完成这场比赛 你要有运动家的精神 这个有点 这位韩国巨兽啊 这个有点